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本期的话我给大家带两款不一样的华江北落大耳机 为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 看到了吗 这两款的话是来自于华江北一版的落大透明版的耳机 那透明版为什么有两款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一代指示灯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属于二代指示灯是在这个正面 并且二代是采用了有无性充电模块 一代是没有这个无性充电模块的 然后这两款的这个颗料也是有差别的 一代的这个的看起来它会萌萌一点 然后二代的话会感觉上会有更通透一点 对吧 然后二代的话会感觉这个更加通透 说明这个它的这个使用的原材料会更加的好 并且这一款的耳机它也是采用的是一个圆柱型的电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圆柱型电池 然后它也是有这个光感的 可以看到吗 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光感元器件 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敲击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也是支持切换左右而手势更改的 包括我实际测试过它的改名定位 复一屏长显 这些通通是跟原装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款耳机我觉得是目前来说 华强北版本当中是最炫酷的一款耳机 并且它的客气感非常的十足 对不对 所以再出去的话 这个绝对是回头力爆棚的 这一款耳机它连接之后的话 它的显示的莫名名是叫GT极客版 这个版本确实目前来说 是我世面上四国当中是最漂亮 而且是最稳定的一个版本 如果大家对这个耳机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的为大家做解答 当然也可以私信我 本期的福利就是将这一台最新款的透明款的GT极客版 罗达蓝牙耳机在评论区给我点赞 关注转发加留言的 就抽一位新观众将它送出去 祝你好运